因为我是资客嘛 我就是每天挺胸抬头 翘屁股站在那个门口 然后手要是这样 欢迎光临 请问您几位 在读大专的时候 我也不读书 我也不去上课 大一的时候还是去上课了 大二的时候偶尔去 大三的时候 我好像大三就已经出去实习了 就大二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已经不去上课了 我们有几科的老师 我甚至都没见过 我去哪了呢 我去打魔兽世界的 我在网话 然后学校就准备开除我了 而且我是什么情况 他们早上七点过就起床了 我跟他们一起起 我起来之后 他们去教室 我去网吧 晚上我们寝室是十点半锁门 我就是一定是十点半 十点二十九吧 就到寝室楼下 我的室友有时候都看不到我 有时候他们都睡了 我才回去 然后有一天早上七点过 我们班主任就来找我了 他说小佩佩啊 他说你在这样 可能就留校查看了 甚至是开除啊 他说你要去上课啊 你不能这样逛课啊 他说你这个太夸张了 我说好好好 他也跟我一顿说 他说那你起来吧 赶紧去上课吧 我说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我就去网吧了 但是但是你可能听着会觉得 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已经无药可救了 其实不是 因为我平时去上网的路上 我是非常的开心的 就蹦蹦跳跳的就去网吧了 他那天找我谈完话 跟我说了好多 哎呦 你想了想你父母是吧 送你来读书是吧 还给我讲了很多 我至少那天 我去网吧的路上 是走得十分的煎熬的 就是每一步都是很沉重的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去上网呀 我内心充满了愧疚的走向网吧 而且那天上网上的都不开心 我现在都记得我那天上网上的都不开心 就每天其实都是玩得很开心的 就那一天都玩得就不开心 我不是打魔兽打竞技场吗 那天打竞技场打的也不好 状态也不好 就很负能量 整个人那天就是很愧疚 然后我们老师就跟我说 隔壁班要去实习 我们是读两年吧 他们读两年 隔壁班要去实习了 你跟着他们去 就当身提前实习了 就为我申请这个名额 他说你既然不想读书的话 就去实习吧 这个样子就也避免学校把你开除了 我说好 我就答应了 我很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操我提前可以工作了 那我工作了 谁还能管我打不打魔兽啊 我就很开心 然后他们是去深圳的一个酒店 我就跟着去了 去了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打过魔兽了 不是再也啊 就是实习的那一年 没有打过魔兽 打不了一点 太累了吧 太夸张了 每天要站十个小时 我就站着呢 有时候还不能动 我下了班 我就只想躺在那里 你还要让我走路去网吧 打一会儿游戏 打不了一点 我真的好想念我的大学生活啊 你知道 餐饮业本来就是很累的 而且还受气 然后每天要站非常非常久 因为我是资客嘛 我就是每天 就这样挺胸抬头 翘屁股 站在那个门口 然后手要是这样 欢迎光临 请问您几位 对 而且要穿着高跟鞋 酒店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的呀 华润集团的集团酒店 开玩笑 世界五百强 那都是往广了说的 华润现在是世界前三十吧 我在的时候是前三十了 然后我在那个酒店 其实来住的人没有特别多 但是我说的是游客不是特别多 但是来住的全是华润集团内部的员工 基本上来开会 所以基本上那个酒店每天都是满的 就是每一个集团分部的总裁 都会来这个酒店 所以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但是我基本上见过所有华润的总裁 包括董事长 进华润的第一步 第一天就是给我们发了手册 所有华润的那些分支的集团的董事 副董事长什么样子 包括以前退休的老领导长什么样子 他有个画册 但是我真的脸盲 我完全看不出 就完全一样 对我来说 完全一样 他们有华润电力 华润地产 华润投资 华润医药 华润新人员 他们的部门可太多了 而且每一个都有单独的董事 然后华润的核心领导 全是东北人 所以我们的餐厅也是东北餐厅 但是呢 我们是法式东北餐厅 这个是我给他们取的名字 因为你们知道东北菜都是很 就是很敦实的 比如说可能十几块钱 能给你上这么一大盘菜什么的 我们的都是几百块钱就这么点 但是都很好吃 我只能说做的都很好吃 只是说很贵 就是你可能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东北菜 因为大家对东北菜的印象就是划算 对吧 性价比极高 我们餐厅就不是 但是确实好吃 他们都是请的做东北菜很厉害的 包括做面点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来餐厅吃饭 那些董事会的人都很喜欢来这个餐厅吃饭 我就是这个餐厅的资客 之前董事长来的时候 我就有问他 您好您几位 请问你有预定吗 然后被我们经理拉过去训了一段话 然后董事就问了我一句话 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吗 我说嗯啊 然后他们那一群人都笑了 那后面乌鸭乌鸭乌鸭一大群人 我也不知道我是咋想 这就是我跟董事长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然后我后面离职了之后 董事长不是那个了吗 我在CCTV上看到了他 CCTV几 好像是新闻联播 我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请问您有定位子吗 您几位啊 就是华润的这些领导看上去都很和蔼 就是他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服务员吧 就有那种很看不起你的那种感觉 都挺好说话的那种 我之前我有跟你们讲过吧 我之前当资客的时候 还有人在大众点评留言说我 我记得有一条 而且他们大众点评上 你在大众点评上留言的话 我们是每天都要开例会的 就是每天工作之前都要先开会 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打排几十个人 我们服务员可能有20个人 不止吧 然后就会读出来 那上面就有一个说什么 什么菜很好吃 然后门口有一个资客 长得还挺漂亮的 胸特别大 我们一共有四个资客 只有我一个人是胸大的 一旦男友一个胸大一点的 可能跟我分担这一条评论 我都不会那么感觉尴尬 就至少是有一个赞优的 喵 记得三连哦